在老師的指導下,爸爸媽媽帶著小孩 順便拉著阿公阿嬤一起分工合作 有人負責構想,有人負責塗鴉,有人則負責剪裁 要利用一個下午的時間完成獨一無二的立體手工童書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有前景跟背景 然後我們結合祝福跟問候 那祝福問候我們會在什麼時候呢?就是有節日的時候 所以我們今天像聖誕節、生日、母親節、爸爸節 你可以把這些節日來運用做你的立體書 玩完龍舟以後是什麼日子呢? 是我的生日 大家都來幫我慶生 是Happy First Day 那最後一個我做的節日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哇,Merry Christmas 是聖誕節 來,謝謝大家 這就是我的作品 我覺得就是可以親子互動 就是說很多活動都是只有小孩參與 或者說只有家長參與 我覺得一起做很好 慶祝九九重陽節 台湯市立胡杜文化中心這天 特地舉辦這場立體書DIY活動 一方面讓祖孫能夠同樂 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三代體驗活動 讓閱讀年齡層能夠向上和向下來推廣 今天我們要求求聖誕節 很開心一下 因為一代要傳一代啊 所以我們所學的要跟孫子教他們怎麼做啊 那圖書館我們重新開館以後 有兒童區、有青少年區、有樂林區 其實有很多阿公阿嬤都很少進到圖書館 那我們藉由這一次繪本的創作 希望小朋友可以帶著阿公阿嬤進來圖書館 那常常使用圖書館的資源 透過立體書的製作和發表 這些祖孫三代都從中得到了閱讀的樂趣 也讓今年的重陽慶祝活動變得更有意義 記者的講話中查到